听我解释老闆 听我解释老闆 我今天必须跟你分手 听我解释老闆 咋 你俩回来 好 小河里面主任 马经理啊 我 稍后你在这儿来 你给我评评你 是啊 小冬他朋友圈从来不发我 我还是他女朋友吗 我没有 我朋友圈从来没发过东西啊 你胡说你 我都知道你发过你前女友 我经理友 我 你干什么了经理 吓我一跳 老闆 我说他呢 你这 这见上老闆 你冷静一下呢 我给你分析一下呢 那个 如果你捡到一百块钱 你会发回一份血药吗 一百块 对 应 应该会吧 对对啊 那如果你捡到一千万呢 你会血 这如果小冬哥捡到一分钱 有人 你 你 你 交给你拿出手 是 我去了 就你嘴皮 那你的意思是 我是他捡来的呗 对啊 捡来的大宝贝 花光了小冬所有的运气 呵呵 兄弟 我知道了 小冬哥所有的钱都用光了 是不是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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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憋嘴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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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老板 别生气了吧 走 回家给你做红烧肉吃 那我想吃过多肉 没有问题 走吧 哈哈哈 嗯 走着我 你这些红烧肉 我说过啊 所以 老干 你